好 購物的第二個單元 來 進到店裡面可以打招呼 May I help you? 我可以幫你嗎? 有沒有 接下來是不是要做一番詢問 有沒有 那比如說你要買這個衣服好了 對不對 他在A 看一下 他沒有辦法確定你是穿幾號 有沒有 不管你買衣服買鞋子 要問你穿幾號 What is your size? 你是穿幾號的 有沒有 What is your size? 你穿幾號 對不對 那你可以講大中小 有沒有 可以講大中小 有沒有 大呢就是small 小呢就是small side 如果是大呢 lar 有沒有 如果是大呢 lar side 知道嗎 好 還有更大的extra 有沒有 extra side extra line 超大 差不多 就是xl xl xl 中號呢 media 中號 大號就是中號 中號就是m 小號就是s 還有更小的xs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是好 這邊介紹一下 他說好 接下來他問你 你要什麼顏色 有沒有 What color would you like? 什麼顏色 would you like? 這個 would you like? 是很禮貌的 你想要什麼 你想要什麼 What color would you like? 好 問人家別人想要什麼 What color would you like? 你要什麼 What would you like? 對不對 或者是這個把它拿掉 這是在這位問你顏色 換你這樣 好 I would like 你要 就這樣子 I would like 有沒有 red 我喜歡紅色 I would like red OK 像這樣 好 那你拿紅色的給你看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講到這邊 有沒有 講到這邊 對不對 好 那另外我們做一個延伸 What color would you like? 我們把這個color拿這樣 有沒有 例子就這樣 What would you like? 好 東西放在這裡 Tea or Coffee 我畫的是 Tea or the water 都可以 對不對 問他 What would you like? Tea or coffee 等一下朋友到你家做 對 你要喝茶還是要喝咖啡啊 或者要喝茶還是喝白乾水 有沒有 What would you like? 等於就是把這個tea 放到 本來是color嘛 對不對 這邊是給你選擇的 color就很多種了 當然 你要茶也 也有很多種 如果說你把茶寫在這裡 What would you like? 有洞底烏龍茶 有紅茶 有 有綠茶 對不對 What would you like? 也可以 另外一種就是 讓人家選擇 What would you like? Tea or coffee 那我如果想要喝咖啡呢 我就說 I would like I would like Coffee I would like coffee 對不對 好 如果說他問你說 What coffee would you like? 有沒有 那你如果說像我不能喝咖啡啊 有沒有 你就說 thank you I can't 這把前面拿來有沒有 拿來應用 I can't 這個 drink coffee 我不能喝咖啡 因為我咖啡過敏 有沒有 I can't drink I can't drink coffee 好 就這樣 就這樣 好 那我們前面有提到過 這邊有提到過 這個nt dollars nt 這個nt是什麼 他的正確的名字叫做 New 台灣 New Taiwan 就是新台幣 有沒有 我們很久以前有 舊台幣喔 換來變成新台幣 新台幣 New Taiwan dollar 有沒有 如果說 在國際社會上你講大了 他的意思是美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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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特別要注意 要跟他有區別 我們要說nt dollars 不然台灣會以為說你跟他講美金 那美金是很大的 為什麼 像現在 美金一塊錢 有沒有 等於 台幣32元台幣喔 他們幣子是很大的喔 他們幣子很大 他們幣子很大 今天我們32塊台幣 好